腾讯体育11月10日训,王朝的终结,而且在重庆面对保极球队失去了兴气,赛季的最后一轮坐镇天体,对于恒达来说,这是一场必须守阵对守,来保住自己天面的比赛, 抛开所谓的公平竞赛,面对太大唯有拿到一场胜利,才能给不完美的本赛季,收获一个稍微体面的升官,丢冠加连百,恒大危机四伏七冠王需一项体面升官丢冠军加两连百,曾经的霸主恒大,能否给自己一个体面的升官战,连百导致危机四伏,七冠王兴气全无主炒四比五不敌上岗, 恒大就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尽管做客队类重庆之前,外界还希望恒大能拿出老霸主的风采, 但球迷们高估了恒大面对失败时的坦然面对能力,再重情的那阵恒大,完全失去了昔日七冠王的风采, 尽管此前七个赛季,恒大多次在提前加冕后松懈,但冠军到手塞进莫输球导演无可厚非, 只不过此以时比以时,无人冠军的情况下,球迷更希望看到恒大,至少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在重庆,恒大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输掉了比赛,重庆在拿下恒大的同时,也看到了留在中超的希望, 当上岗加冕的步伐无法阻挡的情况下,恒大失去先气是一件可以预料到的事情, 但没有想到恒大在竞争失败后瞬间就像换了一支球队,如何面对关键战役势力, 似乎成了中超各队共同的难骑,一度霸占积分榜长达失轮的国安, 也因未来客场输给恒大,导致一泄千里,但对于恒大来说,输给上岗后, 政治就承认冠军无望,还有理论希望的情况下,有输给重庆, 则让球队瞬间危机四伏,球队的本土阵容需要换血,这已经不是秘密, 而卡纳瓦罗也成为恒大的最短板,重回恒大致时的质疑生, 在球队无援八连贯后,更是达到了顶峰,恒大一步骑下错满盘结束, 卡帅真是短板,2015赛季指教恒大,卡纳瓦罗对于自己的中途下课颇为不服, 当时的恒大并列排在积分榜榜首,压冠也挺进了八桥, 幻成中潮其开球队,大概率不会选择此时换帅,然而恒大就是恒大, 当时的卡纳瓦罗略显至呢,恒大需要更稳健的掌握者, 作为世界杯冠军教头的斯科拉里入主,卡纳瓦罗的指教履历, 显然无法与之相比,恒大叠冠后,卡纳瓦罗也陷入了舆论风暴不过带领全舰冲巢, 并且在升凡马赛季拿到压冠资格,成为卡纳瓦罗重回恒大的最大资本, 然而用了一个赛季,中卫出身的卡纳瓦罗并没有解决球队最致命一环的防守, 斯科拉里在恒大5月8连冠之后,就暗示要想夺冠扣防守。 实际上,上赛季斯科拉里带领恒大夺冠,扣的并不是防守, 30轮丢掉次12球,比达赛季的前29轮丢掉35球更为不堪, 也正是防守不行,恒大才请回了卡纳瓦罗, 毕竟上赛季卡纳瓦罗打造的全舰,是中超防守最好的球队, 如果仅从防守角度来看,似乎是以卡纳瓦罗的理论站不住脚, 然而不要忘了,恒大方线崩盘的两个阶段,前11轮, 以及主场面对上岗,世界危险协期之后, 靠着塔利斯卡和宝利尼奥发威,恒大的进攻也压对手,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防线的压力, 但防守中的真正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或者说斯科拉里遗留下来的难题,卡纳瓦罗并没有化解, 卡纳瓦罗的人格魅力摆在那, 但指教能力在中超不仅不是顶线水准, 甚至可以用平庸来形容, 或者可以说,卡纳瓦罗与恒大这样的中超顶级豪文不匹配, 只是五年的长约, 即便卡纳瓦罗在受到外界的质疑, 恒大又该如何扫折? 收官战主场作战, 恒大必须有所交代, 几乎失去冠军, 希望下得心气全无, 可以谅解, 在重庆赎球, 也是人之畅情, 毕竟对于一支曾经七年夺的冠军的球队, 在一场焦点大战之后, 被判定99.99%无法查连冠军, 形态上的失衡是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情, 留下三分给重庆, 但莫罗回到主场作战, 对于恒大来说, 这不仅是赛季的收官战, 而且关顾到球队的脸面, 天体的球尼曾经见证了恒大太多的辉煌, 赛季的最后一轮又是主场, 在亚冠, 足铁杯和中超三线折戟后, 如果连最后的主场都守不住, 七月七冠王的脸面就将丢尽, 当恒大遇到的难题时, 泰达要搏命拿到一个平局, 保机球队在近尾声阶段爆发出来的战, 动力, 在建业, 重庆等队身上, 体现的淋漓尽致, 尽管泰达是恒大曾经的送分同辞, 但双方心态上的落差, 还是让恒大莫罗主场充满了未知数, 需要一个满意的收官诈向球迷交代, 这是摆在恒大面前的陷属问题, 但泰达需要一个平局来留在中超也是不争的事实, 能不能保住自己的脸面, 至少像曾经的国安那样, 无语无求的比赛中扮演判官, 亚太和大连球迷都会盯着这场对决, 恒大需要一场胜利来保住最后的颜面一旦掉链子, 又给上岗看笑话两队此前两次的争冠竞盯中, 2015赛季, 恒大只比上岗多拿了两分, 2017赛季, 恒大最终以六分的优势捧杯, 但这一次前往山站告负, 而且又在重庆吃到连败后, 恒大与上岗的差距已经被拉开至八分, 莫伦无法从太大身上取得胜利, 双方最终的分差很可能僵失两位数, 对于两支实力伯仲之间的球队来说, 这样的差距代表着什么? 代表不是一个级别的抖抗, 已经被上岗打破了自己对于冠军的垄断, 一旦最终的分差被扩大至两位数, 恒大恐怕遭到的奚落会更多, 上岗打破恒大王朝之后, 心气上的提升可以预见, 如果恒大再无法止住退市, 又让对手平添信心。 而其相关推荐认为, 恒大仍是国家大户零零号小将或称国家队长和八家豪门赤任追求高拉特, 恒大索要4000万欧元违约经恒大师冠业, 广州球迷喝了一夜酒看台内荒大出血进了派出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